十年國教課綱把七種新住民語言 納入國小本土語言必修課程 一聽到這樣的消息 嫁到臺灣誤來十幾年的新住民表示 因為可以讓孩子有機會 學習自己的母語感到相當窩心 不說啊 我感覺很多種語言大家都會啊 因為像我剛剛來臺灣的時候 不會講跟文章南瓜 如果會講全部的語言 哇 這可以溝通啦 過去在臺灣本土語言課程 大多以閩南 客家 或原住民族語言為主 如果新住民女性 想要讓孩子學習自己的母語 還得親自教導 但一百零七年度起 教育部首次將新住民語言 納入必修課程 有新住民認為 這也可以增加孩子的語言優勢 與國家視野 越文的話我自己教他這樣 希望他兩邊都可以會 就是自己加一點語言 對他一個未來就好的 另外一種語言 是不是對他是一個優勢 他可以兩邊跑 然後他不管心智 或是他的眼那個視野更廣 所以我覺得對他是好 這未來都沒有 未來都沒有教導 都教導那個原住民的語言 對 太亞族的語言 我們語言都沒有 我自己教他的 我沒有教育 但要將新住民語 納入國小必修課程 預計需要好幾百位老師 但目前臺灣的菲律賓 及馬來西亞語的師資 只有個位數 完全不夠應付新課綱 師資需求 這也是教育部 目前必須積極應付的課題 記者烏馬掃秀 新北市烏來採訪報導